台中市西屯区的中义街和大友街口临近汉口国中 又行街台湾大道二段的车流量大 但因为没有红绿灯 所以行驶的车速相当快 当地车祸事故频传 平均一个月就会发生疫情 市议员陈淑华就要求交通局 装设红绿灯的号制来改善 车祸状况出目惊心 里民们心有余悸 西屯区大友街跟中义街口 因为没有装设红绿灯 用路人行车速度快 平均一个月就会发生一起车祸事故 阿嬷你怎么怕老板 阿嬷你飞的 阿卤你会发生 太纸 Young 很胡乱 是个家车 坐一次车达 aticbox 车endo 人们在走路 � Hat deficit 较危险 尤其是烙火 辞護 师父他们都出来看 开吆m 很大声 又前两天 又撞得 まあし二来 大友街跟中一街口就在汉口国中旁 往外又衔接台湾大道二段 可以看到虽然不是上下班 尖峰时间但往来车辆频繁 老人家想过马路都得东张西望 格外小心 当地事故频传 甚至还发生过A1车祸 市议员陈淑华向市府 争取设置红绿灯 确保民众行的安全 约集了警察局跟交通局来做会刊 那目前派出所有先装设太阳能的警示灯 但是可能效果并不显著 那我们希望交通局可以在 中一街跟大友街口 可以来装设三色号制 针对地方需求交通局说 会在年底前先划设绿斑马 并且装设反射镜 交通号制红绿灯的部分 会在观察事故状况跟车流量 将过安全与交通顺畅